古古头坏死案例 开始按推后 敷姜粉泥加毛巾外面再敷膜 每天两次 每次四到五小时 外敷暖贴或红豆袋 饮食习惯改为温热饮食 断一切寒凉 后来用姜粉泥每天大面积搓 一天两到三次 外敷暖贴或红豆袋 晚上睡电热痰 效果比敷姜粉泥还好 接受原始点调理前 扶着人都站不住 腿往哪个方向活动都痛 趴不下躺不住 一天吃九次止痛药 自从接受原始点调理 就把所有药停了 调理两个月后 已经扔掉拐杖 自己慢慢走动 浑身不再疼痛 还能开拖拉机种洋芋 患者本人愿意把自己的经历 分享出来 让更多的骨骨头 坏死患者 对原始点建立信心 调理六天后 调理前 调理两个月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